最近明日之子又掀起了新一波热潮 即去年夏天的创造101后 又有一位选拔女生的造型节目 明日之子水晶池淡 其中同时参加了两个节目的孟美琪 又上了热搜 但今年夏天不同的是 她已经不是选手 而是非升为导师新推官了 要说就在几年前 明星还是一个被弄断的行业 那时候明星大多数都是通过经纪人得以发展 普通人想到明星的几率非常低 除非你足够优秀才被形态感中 但是后来超级女生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这种现状 普通人居然也可以通过选秀的方式成为明星 这毫无疑问颠覆了整个明星行业 比如超级女生出身的李宇春 至今还是人气很高的华与你歌手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 刚才说到孟美琪是如何飞上之头的蝙蝠 2018年以前 孟美琪还是一个不恶不活的韩国女子团体 宇宙上女中毫无存在感的成员之一 2018年以后 孟美琪成为了选秀节目创造101的中心 甚至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C为出道 在中国内地迅速暴火 你开始会以为这种偶像类明星的暴火通常是炒作 但是当你真正了解了她的故事 才会发现其中的故事 引起了是金子不存在发光的文化 孟美琪在星光演讲中提到 自己从小就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喜欢唱歌和跳舞 99年10月15日出生的孟美琪 从小就喜欢唱歌和跳舞 通过近乎疯狂的训练外加 聪务类的填兹 在舞蹈老师的鼓励下 15岁的孟美琪采加了练习生的选拔 最终成为乐华的练习生 远赴韩国进行培训 每天训练8个小时 不给休息也不能喝水 每天为了控制体重 几乎这种吃鸡胸肉 比起训练的辛苦 更残酷的是训练生面对了淘汰制度 刚开始有很多很多人一起采加训练 但是最后只剩下了三个 2016年2月20日 孟美琪随组合发行迷你专辑 audiolike后正式出道成为宇宙上中的医院 并定位团体中的舞蹈担当 其舞蹈实力不仅受到团队成员的认可 也得到了公司的肯定 17到18年那年 孟美琪就因为出众的舞蹈实力 被公司选为五出我人生六的女主角 并受到美国舞蹈团MBC红黄字的培训 过程中老师们给予了孟美琪高度评价 要知道MBC红黄字 可是奥称Urban Dance舞是三剧头之一 专门负责明星舞蹈工作 是Justin Bieber Jennifer Dupace等大排明星的舞蹈师 这里有最顶尖的街舞教练和排舞老师 舞蹈是孟美琪的长处 但它也有短处 慢热爬升且安静的性格是它的短板 这也是导致她在韩国痛快的原因之一 她也直言 如果可以选择 我更想直接在这个舞台跳过舞 不是很喜欢讲话 也不太会讲话 2018年孟美琪重回练习生身份 走上创造101的舞台 抱着初心的勇气和坚韧 C位成团后 孟美琪终于发光 2019年初她的《有种上限》 她自己唱到 对世界对自我 失望过回避过 放弃过遗憾过 就算是错也是我的梦 我知道我有种 随后又上线了降 不断打破记录 刷新的成绩 上线19分钟 销量突破100万张 成为QQ音乐 2009年最快突破 钻石唱片等级认证的数字专辑 5月实在日 降与销量156万张 销售额超780万元的成绩 规定QQ音乐数字专辑 畅销榜年度比异 一路走来 孟美琪有得意也有失意 不过不变的还是 纳图斯倔强劲 资深电视人 临在传层感慨 支撑选秀节目的草根选数越来越少 而选出的艺人 又难以消化养活 形成了恶性循环 但是曾经一手打造了超级女神 和制作人龙丹妮 却不以为然 很多人都说 选秀已经没落了 但是我觉得选秀从来没有断骨 它只是以不同的生态在升党的 普通人渴望成为一个明星 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变过 其实我们只是需要去建立一个完善的生态链 让我们制造的明星 生命力更加成全 好了 大家伙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在你心中 有没有那么一位 从草根月升为明星的追梦者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